嗨大家好我是林森欢迎我的频道 终于又是久违的对近角度 北京的天气终于好起来了 我真的一个大感动 那么话不多说啊 快快开始 首先第一套就是我们家的白T找不到了啊 所以我就把这个衣服反过来穿 大家就当作是个白T就好了 然后裙子依旧是今年特别火的 喵喵的那个款 但是它是一个做了家常版本的 更加高腰日常的一个款 就不像原本那样要露肚子啊 对身材要求有点高 然后依旧是啊 我们熟悉的这个穿鞋环节 三二一 穿上它你就是硬切九头衫 伯特身材 哎一下就起饭了啊 我也是好久没穿这么高的矮子乐了 就一穿上就感觉 哦哦我腿还是很稀的嘛 好了回答正题啊 因为我是非常怕晒的那种 所以我在外面一定会穿上 一个这种长袖的衬衫 这个衬衫是偏薄 而且是宽松的版本 所以夏天穿着也不会感觉特别热 然后戴上我最爱的黑色贝雷帽 还有我这个白色小包包 这套就是非常干净 非常简洁的一套 但简洁中还带着一些小时尚 这套又是熟悉的西装长裤开始 套上一个简单的白T 这个T恤它是有一点偏修身的感觉 然后在外面套上这个 超级好看的蝶穿小背心 这套只适合你在商场逛街啊 你但凡去大街上 可能就是一个壮大房的状态了 但实在是太好看了 大家就当做秋装储备吧 哈哈哈哈 这种风格其实我觉得 穿个拖鞋就行了 但如果你还是想要比例的话 你可以依旧穿上我们的增高鞋 然后戴上一个小项链点缀一下 就是很寒很少年感的一套 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看起来挺显瘦的 就算上半身修饰的人很单薄 然后下半身的这个宽松的这个裤子 也不会露出我们的腿啊 依旧是很日常 而且适合不同身材的一套 这一套就是一个夏日运动元气美少女 这个裙子很神奇 就是你怎么跳都不容易走光啊 而且它是个裙裤 大家可以放心 穿上我们经典的白袜和白色运动鞋 真的太好看了 当然我们运动风并不是真的让你运动啊 我们只是一个风格 然后戴上我们的一个防晒帽 然后这个上衣它腰侧 本来是有很劣质那种蝴蝶结的季带 我给它揪掉了 我觉得这样更干净好看一些 然后我真的是晒到太阳会觉得特别热的那种 所以我一定会穿上防晒外套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露腿就觉得没事 然后大家最近老在Vlog里问我的防晒外套 但其实之前穿搭的时候也是出过的 所以今天再给大家看一眼 防晒功效这种专业的我测不了啊 我就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然后就是我们的一个辣妹妆了 因为太显腿长了 所以还要再表演一次穿鞋啊 它真的是身不知鬼不觉地收拾了我们的腰线 而且它这个抽折就显得我们小肚子没有那么明显 如果你觉得胸口太露了 可以在里面穿一个黑色的打底 因为衣服上的刺绣也是黑色 咱们头发和袜子鞋子都是黑色 所以这样子反而还很有韵味的感觉 如果你是只想拍照的时候浅拉一下啊 在路上咱们还是保守一点的话 你就可以在外面加一个这种黑色小外套啊 还可以防晒 就你到了场地啊 比方说你到了海边再把外套一吞啊 非常潇洒 再一套我们还是恢复到一个日常的状态啊 还是刚刚的黑色背心打底 然后外面是一个这种抽绳季带的背心裙 它穿上以后真的非常藏小肚子 就这条裙子你稀气不稀气没什么差别啊 就纯黑的一条又很简单很干净高级版型又很好 哦很显腿长而且 当然啊如果你还想要一些叠穿 你可以在里面搭配一个白色吊带 然后因为我马上要旅行嘛 所以我在想如果我去坐飞机什么的 像那种空调特别足肯定要带一个开衫 所以正好在外面搭配一个白色的开衫的话就刚刚好 而且裙子也是长裙 就不用担心空调吹到腿 当然啊如果真的要穿去赶飞机什么的 我们的鞋子一定要换成这个拖鞋啊 让自己轻松一点啊 虽然不穿矮子乐 咱们这个身材显得还是比例非常好 包包选择了一个黑色大包啊 方便而且可以呼应颜色 然后再一套依旧是经典的蓝白 但这个白色裙子我买的真的太大了 所以我自己拿个小卡子给夹起来了 上升一个闪亮亮的小吊带 然后依旧防晒本人啊穿上我们一个蓝色的小外套 当然如果想日常一点可以换上这种少女感十足的小衬衫 鞋子当然也要这种千金感的小皮鞋 学院风的白色长袜 还有我们的这个小发饰啊也不能少啊 真的就是一秒钟变点 当然如果不想那么甜也可以换上黑色的鞋子 那么我们的包包和发饰也要一起给换了 换了 这个发起来我当时别的时候感觉头特别大 但现在看还感觉蛮好看的 反正我觉得最好还是配一个发饰 我现在这种没有带发饰就感觉有点空 好了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的视频记得给我一点三连道 并支持我 然后本期视频所有链接都可以给你们 记得我的微信公众 小灵万15w 我们下期再见啦 我下班啦 拜拜